我 这快下班了 除了趟几个 一直忙后再行走 现在中医馆 今天关门不安吗 不安 这医生啊是我朋友 这中医馆就是他自己的 我刚打过电话 等咱们呢 爸 嗯 你哪里不舒服 要不去医院做个体检吧 不用 上个月单位刚做的体检 没什么事 可最近一段时间 不知道怎么了 这浑身上下的不舒服 有时候啊 还得看看中医 你别不信着他 走吧 没什么事 最近天气比较热 逆平衡又虚 我给你开个三不贴吧 哎哎哎老丈 不着急贴了 你 你也帮我儿子看看 他最近老睡跑觉 我不用 我不用 行行行 来都来了 让你让我们看看 快快快 快 来 来吧 好 老板请 给你杯 老赵 怎么样 怎么样啊 你先别说话 伸舌头 你是不是入睡比较困难 失睡失醒 还多吗 你晚上睡几个小时啊 不确定 有的时候四五个小时 有的时候五六个小时 你这是脾胃不合 肝脐一结导致的 肝脐一结 嗯 我儿子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瑜伽呢 他爱不喝大酒 脾主思虑 肝主情志 归根结底 是因为长期精神紧张 压力又没得到 很好的释放引起的 是工作压力太大吧 还行 我给你开几副 舒肝健脾的中药 再配点药 睡觉前用热水泡脚用 这 药条理多长时间 中药慢 现在年轻人 压力都挺大的 看他这情况挺严重 你呀 最好带他去看看精神科 说什么呢 我儿子又没病 这要睡不好觉 看什么精神科啊 这睡不好觉 跟精神压力 有很大的关系啊 而且 你最好看看大脑 有没有气质性病变 说什么呢 这这这这 摸不住了摸不住了 呸呸呸 我儿子根本就没病 胡说八道 你看看你 你打电话让我 给你儿子看病 我说了你就不听 我 我说的是顺道 给我儿子看看病 我主要是我看 再说 我们来看的是你中医 你给我们 往西医那边推干嘛呀 你自己砸自己招牌啊 行 那就咱先吃几份药看看吧 你先去抓药吧 凌霄 二十七 你先去抓药吧 我给你爸贴个三个贴 等我啊 要说啊 这药上个贴下个最好 估计你来 喂喂喂喂 小赵 你从哪儿看出我儿子 有什么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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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病变的 我没说他一定有病变 就说他去看看 看看 看看干嘛一定要去精神科呀 这这这这 只有精神病才去精神科 这传出这多不好听啊 什么 看精神科 丢你脸啊 不 丢我脸丢多大都没问题 我儿子才二十七 连对象都没搞呢 这几乎我搞了对象 人家 你听说说 这什么乔卧的 什么精神科 看见你为我儿子有精神病 你说瞎瞅瞅不赢 你想得挺远的你 我当然要想得远一点 而且必须要信息了这事 你说我在派出所工作 我什么事没见过呀 你说如果我要是不细致的话 你丈母娘我能给你找回来 行行行 就是我没你心心 就是 我儿子没病 行行行 没病 咱先吃药 调理试试看 同志啊 你给我整话 我尝试得能天好 没整话 我是看病的又不是算命的 看你儿子 闷闷 心里常事 心病 心病 你干吗 你刚才说你不是算命啊 你这 他心病你是好没好出来的 我干什么事 你必须跟我儿子长相 我算那儿 知道我儿子 行行行 我有天 我 我赶紧看看我 对不起 我 这么巧啊 小哥 我 我就倒垃圾去 你把垃圾放门口吧 我明天早上一块儿肉 早点休息吧 晚安 等一下 什么味道 有吗 你不会摔垃圾桶了吧 臭死了 有可能吗 我去洗澡了 等一下 我今天收到一笔钱 先借你 我要你的钱干什么 信吧 信用卡还上呀 你把你自己的卡 好好拿着 赶紧回家把手都关心了 我跟你说 你 你欠银行 你还不如欠我 小猪 小哥 小哥 你干吗呀 你怎么这么倔啊 你别可怜我行吗 我求你了 我最讨厌 也不需要别人可怜我 我畅nellANG 你 Peyton 刘哥 明天我下了班啊 我去取药 然后给你送过来 不用了 爸 你先拿回去吧 明天回家吃饭 好 跟你李爸说你想吃什么 爸 谢谢你 谢 我什么呀 谢谢你带我去看病 睡不着觉不是病 这我就想让你吃点中药 调了一调了就好了 爸 别出去瞎说啊 知道了 那爸 我先回去了 那今后你心里要有什么事啊 你要是不想跟爸说 你跟你李爸念头念头 要不然你跟尖尖 跟紫秋念头念头 这个反正是 你这心里不能憋着事 要说 要说出来 你以为赵大夫说的 你那老赵就跟我说啊 你不能熬夜 熬夜伤身体 好 知道了 真知道了 真知道了 走吧 爸 你注意安全 这臭小子对谁啊 这臭小子对谁呀 头都不带回来 冒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